來關線是本週的新電影 由男神李敏浩主演的江南1970是強勢上檔了 另外還有在影展賽事中都表現亮眼的白日焰火跟晉級的鼓手 也都在本週上映 我們一起來關心 在影展賽事中表現亮眼的白日焰火終於要在台灣上映 廖凡在劇中飾演一位警察偵辦迪奇命案 進而愛上關鍵涉案人桂倫美 打破以往的清新模樣 桂倫美以內斂的演技呈現黑暗神秘的蛇仙美人 特別於中國大陸的修剪版 台灣將播出一刀未剪的國際版本 安德魯的夢想就是成為一位最頂尖的鼓手 然而他遇到了魔鬼教師廢查 廢查用盡一切方式挑戰樂手極限 為了成為樂壇新秀 學生們各個甘心受虐 導演自爆這是他學生時期曾經經歷的噩夢 為了成功付上所有代價的真實故事 男神李敏昊的一幕處女作《江南1970》 在韓國一上映便突破百萬票房 一切零年代的首爾為背景 李敏昊卷入黑幫與政客間的權力鬥爭 一掃過去花美男的形象 飾演黑幫硬漢 為了展現男子氣概 李敏昊更在開拍前幾個月 平止呼臉 流起胡炸 展現性格沧桑 我把世力滾了 我把世力滾出來 他在家鄉公联劫!